应该就是针对这个题目151这个范例我们做练习 基本上未来呢大概解决问题的方法 原则上大概就三种 一种是如何把A栏里面的刮弧提取到B栏 那这件事如果假设你不知道有更好的方式的话 就只能凸法练纲了 那当然一定会很浪费时间的 所以如果针对这种这个案例有没有 就是A栏里面刮弧里面资料我要把它提取到B栏的话 那这个部分呢当然你就要先知 大概原则要想到的就是 我先找到有没有一个固定逻辑的部分 那当然第一个就是我的前刮弧部分 前刮弧跟后刮弧都固定的 所以以后如果假设你有类似像前刮弧或后刮 当然未来也不见得是刮弧啦 它可能是别的东西 可能是某个字或者某一个符号等等的 那其实就可以利用类似的方式 只要是非固定位置的 OK 那这其实工作上还蛮多 你要做一些统计分析的时候 人家给你的栏位就不是固定那些字啦 它可能就是说在某一个位置 有个固定逻辑的话 那像以这一题来说 还有个麻烦的地方 就是它有些地方有刮弧 但是有些地方又没有刮弧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第一个要抓那个前刮弧后刮弧的话 那你第一个一般想到就用Find函数啦 如果不用Find函数说真的 我也不知道想其他好像也没更好的 不过在那个Excel里面 除了Find函数之外 它有一个函数跟Find函数 基本上一模一样的 叫做search 不然你们有没有search search的话其实就寻找 在文字类函数里面 那我们之前是用这个Find函数 如果你要另外有一个类似 跟它很像的叫search search的话呢 有没有就是这个 search也是寻找 Find也是寻找 到底哪有什么差别 其实这里面最大的差别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特别注意一下 Find跟search 其实最大的区别 就是这个刮弧里面的叙述 search的话呢 大小写视为相同 然后Find的话呢 大小写视为不同 所以如果你假如看 区分大小写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要找那个 英文的大小写 如果假如你希望 大写跟小写有区别的话 那你一定要Find 可是如果你大小写 不管大写或小写 都视为一样的话 那你就用search 可是你说老师 那我找的是瓜胡啊 或者是找一个中文字的话 那跟各位讲 那两个就没什么差别 所以Find跟search 最大的区别 就是有没有区分大小写 假设你没有 你不是找英文的话 那其实说真的 两个用哪一个都没差 一般我的习惯啊 我会比较习惯用Find 那主要Find 好处是说第一个 它字比较短 社区要五个 Find只要四个 所以看起来 好像也比较简单一点点 好那 第一个用Find 所以Find一定要很熟悉 基本上呢 它会需要几个参数 总共一样就是三个参数 所以第一个是你要找什么 找钱瓜胡 Visheel的话呢 就是去哪边找 那第三个我们原则上保持空白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保持空白 就从一开始 从第一个字找 但是你未来如果说 老师我不要从第一个字找 我要从第几个字找 有没有 比如说我可能有两个瓜胡 那我第一个瓜胡找到 我要找第二个瓜胡的 钱瓜胡位置的话 那你就要怎么做呢 你就要找到钱瓜胡的位置 下一个字开始找 他就不会一直找到第一个瓜胡 所以如果假设你有不止一个瓜胡 你可能有两个以上的瓜胡 那你可能会需要用到 这个参数了 OK 不过理论上 这个可能就自己要去变通 有些问题要怎么解决 其实你要懂得 这个使用的方式 那这个 这个里面的 比如说填的这个资料 一般要引述啦 或者要参数啦 反正就是给他一些 这个相关的资料 他就会帮你把你需要的结果 回馈给你啦 OK 所以这个部分参数大概越多的话呢 可以变出的花样大概越多 像我们目前这边总共有这个三个参数而已 像CHARGBT为什么这么厉害 跟各位讲 他的参数都几亿个 几亿个参数 OK 为什么这么厉害 因为他可以很多 哇 很多变化 那因为他的参数很多 所以你给他不同的参数 他就会自己帮你找到答案 所以这个参数的变化多寡 其实会决定说 你将来能不能得到你最精确的资料 不过啦 如果参数越多 那很麻烦 哇 你光看到那么多参数 你要填什么 你都觉得很头痛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大概有个概念 那只要找到他的位置之后的话 那我们把什么呢 把后面再配合一个什么 MID 就可以知道说 从哪个字开始 去抓几个字 有没有 然后要抓的字数长度 有没有 这个还记得吧 所以加1之后的话 前刮5加1呢 那就是找到第四个字开始 那LUMBER CHARGE是几个字 几个字呢 就是从后刮5的位置 减掉前刮5位置 其实应该后刮5位置减掉 那1这个字 所以少减一个字嘛 这个第三第四嘛 应该是减4不是减3 所以后面会再多一个减1 这样的话就可以刚好知道 它有几个字了 有没有 所以哦 只要你懂得这个变通的话 那未来其实很多地方 都可以很快把问题解决 尤其你质量很大的时候 不然的话怎么办 你如果不会FY 不会MID 那你只能涂法链钢 那真的就很累了 OK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如果没有真的就OK 好 那最后的话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假设哦 有的没刮糊 没刮糊的话 基本上会产生错误 所以我们最后又用了一个 就是如果当它出现错误的话 那我把它过滤掉的话 那记得哦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用if 所以有三个函数 这三个函数都非常重要 而且经常被使用到 那当然我们后面就是直接在怎么样 把它换成一个直接更简单的方法 因为前面的那个公式哦 你会发现这没长串 这说真的啦 一般人要很快把它打出来也不容易 而且你每天都要打一次 你会觉得好烦 那所以呢 你可以把它用VBA 把它写出一个制定函数 那这个制定函数的话呢 很简单 只要使用者定义里面找到刮糊自创函数 直接把储存格的内容给它 它就自动帮你把结果给做出来 这样不是简单太多了 OK 不过啦 如果你不会写这个VBA的话 那我前面讲过了 很简单 你就把那个叙述 你的需求 丢给那个什么 ChargePT 它就会自动帮你变出来了 上礼拜好像就是做这件事哦 而且其实没讲什么 有没有 请帮我转换成VBA的方式程式 它就自动转出来 OK 不过啦 可能有一些状况 好像有同学有发生 就是转出来不正确 大部分好像就是因为 你没有登录那个ChargePT 因为好像发现登录比较厉害一点点 没登录好像就差一点点 我不知道啦 好像同学反馈 因为我做这个动作很多次 几乎没有发现过错误 所以如果你发现错误的话 那可能就是你再重做一遍 OK 要不然的话 其实要怎么知道ChargePT能不能正确的帮你做出结果啦 其实有时候他 你丢问题给他对不对 你仔细看一下他开头那些叙述 他会把你的问题重新再描述一遍 如果他描述的 应该是没错 大概正确性就八九不离十了 可是如果他描述的 他把你的问题再描述一遍 奇怪怎么跟我讲的不太一样的话 那我跟各位讲 那个底下的城市应该出错的几率就蛮高的 所以你们可能稍微注意一下那个小细节 那这个部分当然云端白板都有啦 所以这个云端的位置 请各位一定要 出来了 终于 他还在放假 OK 我前几天那个放假 真的放得有点 不知道为什么就放假 就觉得 有时候好像反而因为放太多假 反而又想要上班 或好像反而比较有一点事情做 OK 总不能每天都在家里 不然一直追剧也不是办法 OK 感觉好像有点 好像有点卡卡的 OK 所以我们相关的资料一样在云端上面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是 OK 还在转 那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啦 按按钮部分 如果你假设不是插入一个制定函数 你希望按按钮 那就Sub啦 所以基本上我们前面这个叫Function 这个叫Sub 所以如果你希望他改的话 那你可能要跟他讲说 请帮我转换成Sub程式 不过Sub程式跟Function程式最大的缺点 最大的不一样 应该是说Function你游标已经放在某一个出生格 比如说B2上面 所以你不用跟他讲要输出到哪里 但特别注意 Sub不一样 Sub他不知道你要输出到哪里 所以你可能后面要跟他讲 请帮我 前面就请帮我转换成VBA的Sub程式 逗点 后面跟他讲 结果输出到B2到B10 你要跟他讲 因为你没跟他讲 他不知道说你做完的结果要放哪里 这件事情 所以Sub可能要多注意一下 将来你输出的位置在哪里 你要跟他叙述一下 大概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 如果你这些细节都注意到 我是觉得以往要写一个VBA真的很困难 你光要写那些程式 你可能光看到程式都不知道怎么办 要自己写出来 而且一个字都不能错 现在有TrackGP帮忙 真的方便很多 当然 第一个 我是觉得你们要掌握 第一个 如何跟TrackGP正确的对话 正确 所以我有一些诀窍 还有范本 你们可以看云专板上面都有范本 你也许改一下会吧 你也不要改太多 或者你照来Copy 当范本也OK 第二个的话 我是建议 将来他写完之后 你不能说永远都不想要进步 如果你想进步的话 第一个当然你要先把开发人员叫出来 其他命令 这个因为我们 环境会还原 自定功能区 开发人员这个一定要打勾 按确定 开发人员叫出来 所以我们在外周Visual Basic就可以看到了 那Visual Basic他就放在哪里呢 他就放在这边 有没有 Module里面 所以如果假设他没有打开状态 你Module点两下 他就打开了 所以我们有三段 一个是Function 刮胡字串函数 那M的Function就是结束的位置 那Sub的话有两段 有没有 所以两个按钮的话 有没有 其实就是两个Sub 一个按钮就是一个Sub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练习的部分 就是这一个 有没有 一个Sub对应到这一个 那这一个清除的话 就对应到这一个 所以一个按钮对应一个Sub 所以以后你说老师我要写按钮 我有几个按钮 那你几个按钮就几个Sub 就这么简单 OK 然后呢 这个名称一般我都取一样的 不过这两边名称可以不一样 你可以去修改 只是说因为我们为了 比较不要麻烦 不然的话你要记这个对应哪一个 那有时候还要记那个规则是麻烦 所以干脆取一样就好了 那以后的话你就是先把Sub做完 再把它怎么样呢 还记得吧 按钮产生的位置 在哪里 在这边插入有没有 这边不是一个表单控制项 你可以从这边去产生按钮 然后产生完之后的话呢 你就可以按一下这个按钮可以执行 这还蛮方便的 我是觉得好像两者比起来的话 大部分同学还是比较喜欢用Sub 因为按下去就好了 什么事也就不用去管了 不然的话你可能用Function的话 你还会想说 到底他那个参数要给什么 有没有 而且有同学 常常在执行这个Function的时候 因为太习惯用那个 用这个Sub了 所以很多同学 一看到Function 就想要只想说 我老师我要执行他 就按执行 奇怪老师 为什么一直出错 为什么他不执行 还跳这个给我 你有没有 我前面讲过 因为Function不是透过上面这个按钮执行的 记得要从这边插入函数 因为它就是一个函数 所以如果你要使用函数的话 那也记得一定要从插入函数执行 大概就是这个一些细节部分 那剩下就是你要把它熟练 因为你会发现 这要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你只要有一个细节没有跟上 或者忘记的话 没办就卡住了 那怎么办 没关系你就把影片从看一下 OK 你就打个地方卡住了 没关系 影片掉出来看一下 你也不用从头看 你就是看那个 你卡住那个地方就好了 你会过关了 那建议就是说 你也可以做一点点记录笔记之类的 因为那个就是你将来会忘记的 你回头再把你的笔记看一下 应该很快你的工作 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完成了 最后当然这个字太小怎么办 工具选项 有没有 其实字真的有点小 不过有的同学年轻 应该看的没问题 有的同学看的蛮辛苦 而且年纪越大 不过现在好像不一定年纪大 我刚才三十几岁 我就已经开老花了 OK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字放大 就工具选项 有没有 撰写风格 这九号字 把它改至少十二号吧 如果还不够的话 你可以再把它放大一点点 不过放太大了 不过放十八好了 你这字这么大 但是问题你就要这样调了 你就要向左向右调 向上 向下调 这个其实是可以调整的 只是说这样 这样看起来蛮舒服的 OK 比较不会有压力 因为现在人很奇怪 都喜欢看手机 手机就小小的 荧幕的话 现在好像大一点 看起来比较舒服 眼睛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压力 而且有的时候我发现 我看几本书好像讲 其实眼睛是可以不要让它退化的 老花等于就是你眼睛退化 那为什么你眼睛退化 因为你一直专注某一点上面 比如说你这个方向 你的肌肉没有 你的肌肉没有 眼部的肌肉没有动 所以如果你要剪 就是让你的眼睛不要退化 其实有几点 第一个 一定要大概一段时间休息 然后要做眼睛操 眼睛操就是你要朝上下左右 所以我不断的就是转动 让它动一下就对了 可能一然后再停个几秒 二三四 我甚至还有看过书里面讲说 如果你要更有效 你还要配合舌头 舌头要反方向 比如说你的眼睛向上 你的舌头要向下 为什么 因为两边肌肉 其实有关联 所以你看 当然有点怪 可是我觉得 这有效 第二个 我试过 我看有一些 那个书里面讲说 其实按摩你的穴道 比如说你眼睛眉毛 这个地方有三个穴道 名称我记不起来 然后延伸到太阳穴这边 你可以往外推 大概每天按摩一下 下方也是三个穴道 你知道怎么是穴道 你按一下 就是你感觉得出来 那个地方就是穴道 你就每天稍微按摩它一下 应该对你的眼睛是有帮助的 不然很多人眼睛越来越不行 尤其你长时间看手机或看萤幕 而且你身边不然就看电视 都是一些对眼睛不好的东西 所以上个礼拜的重点 那今天的话也许 我们再来讲一题 所以这一题的话 我们大概就先到这边 然后请各位再帮我开启 另外一个152这个 152这个的话 其实跟上个礼拜的题目有点类似 但是有点不太一样 它的类似点就是都刮乎 然后我希望可以把长宽高 有单差三个刮乎 但是它有一点比之前的好一点 就是它的位置是固定的 如果位置固定的话 那实际上就不一定要用FINE 为什么 因为你都可以算出来了 所以如果你不用FINE 那你要怎么样 可以刚好提取出这些位置 OK那请各位试一下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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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